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 它位于怀俄明州蒙大拉州和爱德河州的交界处 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国家公园之一 它因独特的地质奇观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地热资源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 2023年的9月我们用6天的时间 从湾区出发坐飞机飞达沿浮城 租车自驾 再次对黄石国家公园及周边 进行了一次美妙的深度游玩 我们再次被它的美景所震撼 我们希望我们的镜头 能留下所有的美景和美好的回忆 并把它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来一起游玩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Jackson湖的这个坝这里了 虽然现在是秋天 但是我们看这个水还是挺湍急的 水流量也不小 这水非常的清澈 还有很多这个像鱼印一样的这种东西 就守着这个稍微平坦的一点的地方抓鱼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大提顿国家公园的 Oxport Banner Turnout 也就是叫流宫湾 它在提顿山脉的北部 这个地方呢是最好的观日出的地方 青城能捕捉到木兰山的导影 在水中非常的漂亮 这里最美的季节是秋天 也就是九月底再过两周以后 这个远处的白杨树呢 叶子全部变成了金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斯瓦巴克登陆地 它在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东边 它是史雷克河的一段 在大提顿国家公园54个旅游景点中排名第二 它是一个著名的外景拍摄地 非常适合于拍摄婚纱照和野外风景照 人们说斯瓦巴克登陆地 是大自然画布上一幅绝美的画卷 提顿山的俊俏雪峰 在清澈的斯雷克河中的导影 仿佛天地相接的奇迹 冰雪覆盖的山川以蓝天相映成去 宛如一幅梦幻般的风景画 同样两周后的秋天是让人特别陶醉的时节 白阳树在温暖的阳光下沐浴导影 在临近的水面上色彩斑斓的秋叶 如彩带般跳跃 为整个景色增添了一抹温暖和生机 这里仿佛是大自然的调色版 每一个元素都在完美的协调中 展现着自己独特的美丽 嘿嘿 赞美了这么多斯瓦巴克登陆地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 就来让我们看看它美丽的景色吧 不论是这样的 不会感谢大家有意义的 对我们来看看它 有点蓝色的景色 一旦的角落 也真好像不围 要有点蓝色彩来 就象不是这里 其他人就越来看 一旦的词 咖啡 我们画出色彩的 果然的话 我就想给大家红彩 我说 其实这尾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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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谢谢观看